大家好,我是莫薇,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细思极恐的奇幻故事 天色阴沉,寒风萧瑟,一个留着落腮胡的男人被压制走向监牢 他眼角还有心伤,被捕的时候怕是反抗得很激烈,人也不是心甘情愿接受改造的 镜头一转,出现了一个跳动不安的火柴盒,很快他就被一根手指按消停了,还被扔进了旁边的抽屉里 这时胡子男被关了进来,从他还有心情跟玉井开玩笑来看,保不齐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坐牢了 昏暗的牢房里,有个老人正坐在桌前看书,他似乎不善言谈,只简单地跟胡子男打了个招呼后,就专心看书去了 即使胡子男想跟他多聊几句,也全然不理 胡子男一来就擅自拿起老人放在床上的书,在接受到老人不满的情绪后,才乖乖把书放了回去 但他没一刻安分的,眼见床上有只红色的箱子,手又开始发痒了 他正想打开看看,却被老人出言阻止 胡子男不解地问为什么,老人回答,因为你可能会后悔 但胡子男显然骨子里是个逆反的,别人越不让他怎样,他就越要怎样,不然也不会被关进来了 眼见劝说无果,老人也不再坚持任他打开了箱子 箱子里是个微型房间,跟他们所处的牢房一模一样 胡子男觉得怪有意思的,问老人是不是他做的 老人没有回答,手一直狠欠的胡子男想把小房间里的椅子拿起来看看 奇异的事情发生了,他看到一只巨大的手伸向了离自己不远处的椅子 胡子男被吓得把手抽出来,一把关上箱盖儿 那只大手也立马缩了回去 这时他才意识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箱子里的微型房间就是自己所处的牢房 刚刚那只手正是自己的手 惊讶无比的胡子男反复开箱关箱地确认 自己是不是真的可以通过这个箱子控制这间牢房 他还试着把左手伸进箱子 又用右手触碰自己的左手 这种感觉奇妙极了 他油然而生一个念头 或许他能利用这个神奇的箱子重获自由 于是他站上桌面让老人帮忙打开箱盖儿 这里的天花板打开了 在成功攀上房顶边缘后 他得意地跟老人道了别跳了下去 但他不知道的是 他跳出了一个牢笼 却进入了另一个更大的牢笼 另一个维度的老人 早就已经在箱子边后着了 胡子男没能跑几步 就被他用火柴盒手走了 老人关上箱子 把火柴盒扔进抽屉 等待下一个囚犯的到来 显而易见 这部片子就跟俄罗斯套娃似的 空间交叠 层层嵌套 无限循环 老人存在的意义 更像是给关进来的犯人额外的考验 如果真心悔改 乖乖改造 或许还能有重获自由的那天 但要是想利用箱子投机取巧 就只能被永远关在狭小的火柴盒里 可惜逃避责任选择捷径的人总是那么多 从墙面上斑驳的鞋印和抽屉里 积了灰的火柴盒可以看出 胡子男不是第一个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红色的箱子就像一个潘多拉魔盒 代表着贪婪与欲望 每个来到这里的囚犯 都没有听从老人的劝阻 一意孤行地打开了箱子 然后被箱子里提供的捷径所诱惑 从而踏上自认为是出路的绝境 直面责任 勿妄图逃避 脚踏实地 勿妄想捷径 意志坚定 勿被诱惑所隐 我想这就是短片想告诉我们的道理 本片来自奇幻短片8号房间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木尾说电影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尾 咱们下期再见